我跟你说 我跟昆昆有一个故事 叫做当年你那个对我置之不理 我以后让你高攀不起 你知道什么 因为那天拍完戏之后 因为我们俩就很短暂的一个对手戏 然后昆昆那时候很小小朋友 他就过来说 何晴老师 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吗 然后我说 我说 我就真的 他就这么高 我说你说 你说什么 这么晚了 这么晚了 我说 我说你说什么 然后蔡徐坤说 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吗 我说你这么小就有微博了 他说对呀 我说那你的微博主要是关于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关注的话 我们互相要交流 你关于什么 你写了什么呢 他说我没写什么 我说你没写什么 你要我关注干嘛 我就跟他承诺 我说将来等你的微博有内容 你变得很精彩的时候 我再来关注你 有内容当时就有 现在就不敢关注 一关注蔡徐坤 我再来关注谁 晨晨他们的微博都会上热搜 变成 上热度 你敢吗 你敢关注他们吗 我啊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刚都开了握手会了 好开心啊